十九日那一天就好像送他去死 但這個死不是即時的死 而是這半個月的折磨 折磨他、折磨我 K小姐在五年前收養了家貓B寶 一向健康活潑 在今年五月時,懷疑幻想腎病 於是找獸醫做檢查 事前,主診獸醫也細心解釋整個過程 她講解後,同意書上 前面寫了氣體鎮症 寫了會照X光 寫了會抽血驗 還有有機會照超聲科 我聽完她解釋,我就簽名了 驗血報告指,B寶可能患有腎病 建議另外再約專科醫生 做更仔細的檢查 一放下B寶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那天認診的醫生 是另一位醫生 說了一個名字,我完全不認識 我已經有點惡言 她再確認我 我說你不用擔心,跟上次一樣 首先我們會比起她的文 然後我們會幫她照照超聲科 在同意書上,這次只寫了 Appleman Ultrasound 對,只寫了一句而已 K小姐想之前一次都這麼順利 獸醫又解釋得這麼清楚 所以對診所也很有信心 雖然轉了醫生,估計問題不大 怎料做完檢查 媽媽回到家裡,精神好像很不妥 於是打開診所問授醫 怎料就有驚人發現 我那一刻才知道 原來17號,那個在註診的醫生 是沒有用到氣體鎮症的 他就在他的肌肉 那裡打了一些真正的藥 我即時很震驚和很生氣 我即時反映我說 但我沒有同意過你們做這個方法 你們騙我 因為你叫我簽同意書 你們一直都跟我說 是用氣體麻醉的 我說我一向不想她打針 不想她受到不必要的痛楚 如果我知道你要打針的話 我是不會同意17號那天的任何的製作 我們有查詢過其他獸醫 說一般情況 幫動物抽血都不一定要麻醉 不過有時動物太過緊張 動來動去 都可能要打鎮靜劑 吸鎮靜氣體和打針 都是常用的方式 不過對於有腎病的動物 就特別要小心 以前大部分人 其實蠢用鎮定麻醉藥 都會降低血壓 甚至會有些會停止呼吸 所以很多麻醉針 鎮定針一打下去 它會馬上紫光 那些重環變得很差 白色紫光 其實都有一定的風險 主要低血壓的時候 腎臟會第一個影響度 因為腎臟需要很多血去供給 第二個影響了心臟 所以如果麻醉太深層 或者鎮定太深層 有時麻醉打太多 都會引響到腎臟、心臟器官 K小姐本身都是專業人士 對醫學有一定的認識 於是想拿回當日Beeble的診證紀錄 其實我從17日開始 訪問或電話 我每天都追求他們 一個字都無法 直到我出律師信 以及將電郵 施設給受醫管理局 直到28日 他們才給了一份所謂的病歷給我 而且裡面的資料是不齊齊的 連他有些看過他… 即是17日看他的醫生的名字 他也沒有寫下 即是17日那天 那個所謂的註診醫生 這樣轉換了… 即是跟我說一個方法 轉換了另一個方法 也沒有提過 同時Beeble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K小姐非常心痛 開始嘴巴有點濃 有些血流出來 他又不讓我幫他抹 即是他不讓我碰他 一摸他,我又不想劈他 最後Beeble延至7月2日離世 K小姐就住事件 已經向受醫管理局投訴 不過也需要半年時間調查 所以事主決定到診所 找受醫了解 診所回覆指 事件已經交給律師處理 亦涉及殺傷問題 有需要,稍後會有書面回應 每次都說負責人不在 醫生不在 他們都是繼續迴避 繼續沒有一個合適的交代 小小都沒有給過我 表面上,我們見不到Beeble的死 直接跟抽血檢查程序有關 但K小姐質疑 為何改變了鎮症的方式 她完全不知情 事後也沒有好好交代 別說道歉 她真的連一句交代也沒有 要她死得不明不白 我覺得真的很接受不了 很過分 不懂 解除了 碎